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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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咱们这个豆浆是由大豆鲜炸出来的话 那么它豆浆跟氢氧化纳反应 就会生成这样一种黄色的沉淀 那如果是由豆浆经勾兑的话 它里边没有大豆的这样一个成分 自然也就不会有肇素的存在 那么它加了氢氧化纳油烟之后 自然就不会出现黄色的沉淀 一号室管和二号室管的底部 有明显的沉淀物产生 而三号室管底部并没有明显的变化 经常喝三号这样子的豆浆的话 会增加咱们肝脏代谢的负担 由此可见三号烧杯和三号室管里的豆浆 都是由豆浆经勾兑出来的豆浆 常喝这种豆浆很容易给我们的肝脏增加代谢负担 那这三个标签里的豆浆都是从哪里购买的呢 现在我们就来揭晓答案 一号杯子中的豆浆是记者从超市中购买的 二号杯子中的豆浆是记者从快餐店中购买的 而三号杯子中的豆浆是记者从早点摊购买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提醒您 下次我们在购买豆浆时一定不要贪图便宜 要去正规的超市或快餐店去购买 尽量避免在路边的早点摊来购买 这样我们才能喝到既放心又营养的豆浆 一个阿姨收到了一个健康类的礼物 是一个血压剂 她本想着用这个血压剂能测测自己的健康 没想到收到以后自己反而变得不健康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一块去看一看 把电话来求助的阿姨姓武 前一段时间她的孩子送给她一个血压剂 最近她一直在用这台血压剂测量自己的血压情况 这自己在家监测血压本来是件好事 可是最近她去医院检查 却发现医院使用的是一种台式水银血压剂 而且这种血压剂测量出的结果 和自己在家用的电子血压剂测量的结果 相差非常大 这让我阿姨感到十分的困惑 难道自己一直使用的电子血压剂测量的结果不准确吗 它不准 就是那个台式的准确到底是不是我也不知道 武阿姨对这个问题十分的困惑 她想知道这电子血压仪到底准不准 于是记者对武阿姨的电子血压剂展开了调查 经过检测 它这个在重压这一项上 我给的固定值150 100的情况下 它得出的值是高压是145 低压是103 说明它是有一定的误差的 工程师介绍血压剂反复测量的误差不能超过5毫米拱柱 从这个数值看 这个血压剂仍属正常 但随后工程师以武阿姨最近的血压值 也就是低压80毫米拱柱到高压170毫米拱柱 作为固定值进行了五次测量之后 发现血压剂其中一次的高压误差已经达到了9毫米拱柱 这证明武阿姨家的电子血压剂确实不够准确 那真的像他说的一样 医院用的台式血压剂测出的结果就更为准确吗 还是损硬式的更准确 因为损硬式的这种血压剂呢 它受影响的因素更少 一般可能就受一些海拔的影响 在一般情况下 绝大部分地区呢 这个影响因素不存在 那么所以说呢就是 这个是更准确的 在这里李主任已经回答了我阿姨的问题 那就是台式水银血压剂测量出的结果更为准确 它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因素较小 一般大型医院都使用这种血压剂 但是我们日常生活中 几乎家家都使用的那种电子血压剂 难道真的就不能用了吗 我们的记者来到了社区进行调查 健康生活社区型板块 由华润双鹤药液赞助播出 那么在专家上场之前呢 我想请叔叔阿姨们 能不能现场的先为自己来量一下血压 好吗 好 大家在屋内测量血压的同时 我们的专家已经开始通过监视器 来观察大家的操作是否正确了 它应该就在一般是在上边 它是对还是不对啊 应该是不对 它是对还是不对 它在哪 也不太合适 也有问题 这还没等进入社区的大门 我们专家就已经在纠正大家使用血压剂式的一些错误了 那刚才我们这些书刷一再测的当中 您发现了哪些问题 实际上就是操作不规范 所以有时候得到的数据可能也不是特别确切 测血压的血压剂呢 它有不同的这个仪器 刚才大家都用了电子血压剂啊 也有注视了这个血压剂 不同的血压剂操作方法呢 它可能有一些区别 但是呢 总的精神 它是不变的 赵主任提醒大家 在刚刚测血压的时候 大家都存在一些使用血压剂上的错误操作 而我们日常生活中 无论使用哪种血压剂 如果使用方法得当 我们测量出的结果才是准确的 现场呢 咱们赵主任已经把一个血压剂带过来了 那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演示这个正确规范的来测量血压 好吗 很好很好 打开以后呢 把这个袖带一定要把衣服了起来 是吧 要如果不要说这个衣服穿得特别厚 特别紧 它也会影响 如果要是这样 你戴着衣服 那当然也会影响 袖带一定要绑在这个 膝关筋的上边 是吧 这样 也不能太紧 也不能太松 太松了 它也受影响 你要摸摸这个 它这个动脉在哪个地方跳 是吧 哪个地方跳 就把这个清理器里放在哪个位置 有的人啊 他把这个 一下就放到这个里边 这个也是不对的 是不是 应该是在这个外边 你正好能摸到这个动脉跳动的位置 然后开始 开始打气 然后慢慢地把它翻开 第一声响的时候 那就是它那生作痒 最后 没有声音来 这正确使用血压剂的方法 赵主任就教给大家了 我们知道 血压剂就是起到 监视我们日常血压变动的一个作用 但是关于血压的问题 有很多 这不热情的社区观众 提出了很多日常生活中 大家都会出现的血压问题 血压问题解答 一 我们大家的血压容易出现冬季高 夏季低的情况 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 根据自己的症状 咨询医生调整治疗方案 血压高都在吃那零号 那零号功效是什么 对于控制血压来说 应该有很好的作用 而且它是个复方制剂 你每天一片剂量很小 身体上的血压控制好了 将来可能省要几万块钱 血压问题解答二 赵主任提醒大家 如果出现高血压的情况 就一定要每天监测 坚持治疗 同时赵主任提醒大家 根据医生诊断 不用降压零号等降压药 控制血压情况 预防未来出现更多的 高血压并发症 主任我请问一下 我高血压二十多年了 前一段维持挺好的 就从三月底到现在为止 血压老在一百七一百八 怎么降也降不下来 像我这样 我用什么药维持能让它正常咯 现在俩治疗高血压的理念 发生了改变 大家都认为应该平稳降血压 不能把血压降得太低了 而且应该这一天时间里边 血压不要波动太大 波动太大咯 就不太好 血压问题解答三 现在血压控制的理念 已经发生了重大的改变 血压不再是降到越低越好 而是根据自身的情况 合理降压防止血压的波动 而在这个过程中 除了药物治疗 平时也需要采取多种预防的方法 我跟大家带来了 两个简单的茶饮的处方 肝火上炎 心烦一怒了 头晕眼花了 这些就可以用三菊 苦丁茶 三叶它本身清干明目的作用 还有凉血的作用 还有预防感冒的作用 菊花也是药性偏凉的 实际上也有截表预防感冒的作用 苦丁茶就是药味有点苦 它是有清干火的作用 它有非常明确的降血压的功效 针对高血压人群 同时伴有干火上炎 头晕眼花症状 我们可以采用桑菊 苦丁茶 桑叶菊花 苦丁 各时刻 每日代茶饮 另一张处方的高血压的病人 同时又有血脂也一常 大便不通 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个 这个茶药的方 叫祁菊 菊明子茶 构旗子菊花 草菊明 构旗子它本身 终于认为它补胜养音 草菊明啊 又叫菊明子 降血压的作用 降血脂的作用 还有通大便的作用 针对高血压 同时伴有高血脂 大便不通的人群 我们可以采用 起菊 菊明子茶 构旗 菊花 草菊明 各时刻 每日代茶饮用 那再次祝愿叔叔阿姨们 平安健康 我们期待着下一次的双核药业的社区型活动 我们再和健康共携手 似不苟的架势 很是妙趣恒生啊 不过也着实让人看不明白 这位朋友 他这到底是在干什么呢 我们的记者 询问了一圈 也没有人能到处个所以然来 不过您别看 大家都不知道叫什么 这跟着学的 还是有模有样的 就连来观光的外国友人 也好奇地参与其中 看来这奇特的方法 已经走向国际欲了呀 不过我们得问清楚了 这到底练的是什么呢 怎么样 我这个锻炼方法很奇特吧 其实我这个锻炼的方法 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 叫螃蟹布 螃蟹布 诶 听您这么一说 还真像那螃蟹在横着走路 不过别看这螃蟹布滑稽逗趣 这其中呢 还有一个显微人知的故事 原来呢 我的身体啊 非常差 就是有那个腰间门突出 椎口狭窄 走路呢 都相当困难 最严重的时候是连炕都下不来 起不来床也走不了路 两个腿没知觉 主要是俩腿没知觉 而且还疼痛 疼痛难忍 当时的状态 就是24小时基本上都睡不了觉 就靠吃止疼片 寸步难行 什么叫寸步难行 连一步都走不了 从前的刘叔叔举步维艰 行走困难 这让他曾经苦恼不堪 不过再看看现在的剑步如飞 弯腰劈叉的好身体 还真是着螃蟹布的功劳 但是这螃蟹布真有这么神奇的作用吗 这会不会是一种巧合呢 带着这个疑问 我们的记者请教了专家 螃蟹布呢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项运动 那么这样行走的时候呢 一可以增加脚踝的力量 增加膝关节的力量 对髋关节的锻炼价值超高 赵老师还说 在走螃蟹布的时候 可以充分地锻炼到大腿内侧的肌肉群 而且在中老年人走螃蟹布时 还可以活动一下我们的双臂 从而达到调节自身平衡的作用 能够有效地缓解背部不适和腰痛 对膝关节也能起到治疗的作用 所以这样看来 刘叔叔的这个螃蟹布 是非常不错的锻炼方法 但是在这里刘叔叔强调说 您别以为这螃蟹布 就是随随便便地走两步就可以的 这里面还有很多要领啊 大家一定要记住四个要点 第一个呢就是曲膝 就像蹲马步一样 第二个要点呢就是腰一定要挺直 屁股呢不要撅出去 第三个要点呢就是慢慢地把这后脚跟啊 抬起来 第四个要点呢就是要大步地往横了胯 这样呢做起来就非常的舒服 而且能达到锻炼的效果